你刚才也提及过几次 你觉得对经济影响很大的 就是现在限电的情况 就是能耗相控 之前就出了陆陆续续 其实5月就开始 已经是说有个别的城市 或者地区在限电 有几个情况就是看到 比如工厂停产 就是说已经波及到Tesla 和苹果那些在内地的生产商 有些住宅已经是限制供电的时间 甚至说东北地区有些地方 你连交通灯都失灵 看到这个情况的时候 摩根士丹尼就出了报告 就说短线而言 对中资股就持一个审慎态度 同时MSCI中国指数 今年企业的盈利增长 就有机会跌至一个最悲观情景 跌至这个最悲观情景 预测的可能性就大增 他就调低了 比如恒指、国指和MSCI中国指数 明年6月底的目标价 你看这个限电的情况 或者能耗相控的情况 其实会持续多久 或者去到什么情况之下 才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方案 会出台呢 所谓限电 之前大家的看法就觉得是一个主动式 就是由政府本身为了要环保 为了要撕到能耗相控方面的目标 对于一些高耗能或者高污染的产业 就实施过限电 比如钢铁、水泥、电解铝、玻璃等 你说限电令到他们的生产减低 从而令到排放是减少 这个其实是合理的 但是现在你看这个情况 就不是单单个别工业 或者个别的行业是出问题的 而是你看新闻都知道 就是一些住宅的大厦 整栋可能是没有电的 一些商业的大厦 也可能说 如果你的温度低于26度的话 都不能够开冷气 另外也看到一些商铺 一些零售的店铺 也可能在晚上的时候 因为你停电话看是做不到生意的 所以这个问题 就不是单单对于一些高耗能的行业 实施限电 而是因为现时内地的煤炭的供应 就很紧张 那些电厂根本上 一来就不能入货 因为你外面那些煤价很贵 现在说每一吨都1300元人民币 那根本上对于电厂来说 他们没有这个有因去发电 因为你越发得多电的话 就越亏损 虚钱的幅度就越大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那究竟你说内地政府能不能够在短时间之内 补充到煤炭的供应 比如在进口上面会加大力度 又或者可能在国内方面一些煤矿 可以要求他们要增加的产量 但是这些要说就以实际上做起来 就可能会有点难度 否则的话就没理由 这个煤价持续这么长时间 都是一个这么高的位置 所以面对这个问题再加上去到今年冬天 看回现在很多的分析 就似乎都是一个寒冬 那就是代表着内地来着的取暖 或者采暖方面的需求是会相当之大 所以变相如果你说 来着真的那个限电的情况是持续 或者整体能源短缺 都还是这个问题困扰 那到时候中国也是 面对着就是说 当你的那个能源价格升 又或者很多的工业因为停电 令到的生产短缺 导致物价是飙升 那就是说通胀压力是会重现 但是你通胀出到来 但是你整体经济增长 或者就业那边是跟不上的 那这方面又是一个滞胀的格局 到时候内地政府究竟是要出招 找经济牺牲通胀 还是因为通胀上升 所以就算见到经济出问题 都不可以大幅放水 所以这些就是现在一个两难的局面 那这些问题是否短时间之内 就一定有方法解决呢 那我觉得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暂时觉得限电这个问题 的确实是一个我同意这些大行的 对于国内未来第四季度的GDP 或者整体企业利润方面的增速 会有多大压力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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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